大家好,今天到陕西的华欣宫去玩一下 这个地方太有名了 它是杨贵妃和唐玄宗洗澡的地方 然后也是蒋介石来西安的时候就住在这里面 然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就在这个山上把蒋介石抓住了 然后西中时期那个烽火系诸侯也发生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相当有名了 走,进去转一转吧 对了,这里的门票是120 然后65以上的老人是免票的 然后我妈免票 走 还要讲吧 检票进来了 华欣宫是中国著名的皇家园林 中国有四大皇家园林 你知道哪四个吗 圆明园,颐和园,避暑山庄 然后就是这个华欣宫 因为最早以前 这个地方都是皇家御用的这个园林 普通老百姓是根本进不来的 所以咱们今天就进去参观一下 这个地方的温泉很有名的 每年的冬天 10月到来年三四月份 那个杨贵妃他们就会到这里来泡温泉 快进来看看 看看他们泡的那个池子 一会儿呢 我们再到那个山顶上去看看那个 蜂火系诸侯的那个蜂火台啊 这里环境还是挺好的 这里面有好几个池子呢 我们先去看一下皇帝唐宣宗泡的池子啊 叫做莲花池 就在这里呢 快看 就是这个池子呀 哇 这个还是挺大的啊 像一个小型的游泳池了 因为它的这个外观长得像莲花 所以叫莲花池 它是分两层的嘛 上面这层像莲花 里面那层呢 是八角形的啊 这里的游客非常多啊 你看那边 然后旁边那个呢 就是杨贵妃洗澡的地方 到那里看一看 然后这个水呀 从山上流下来 都是先流到皇帝的这个汤里面 然后再流到别人的房间里面啊 所以是皇帝是特权啊 他要先泡完才给别人泡呢 走 走吧妈 旁边这个是杨贵妃的 离得很近啊 从这里直接走过去了 游客很多的啊 这是维基景区 非常有名 它的这个叫做海棠汤 因为形状像一个海棠花 大家看看像不像海棠花 这里可以明显看到 池底有一个出水孔啊 水呢就从这里涌上来 它这个池子也是分两层的啊 你看人就可以坐在下面那层泡池子 跟我们现在的澡堂 这是一样的啊 然后它这个石头材质啊 可不是普通的石头 这个叫做蓝田玉 也叫做墨玉啊 刚才导游讲啊 杨贵妃洗澡的时候 会在这池子里面加很多的香料 其中会加一个色香啊 这个色香会导致女生就是不生孩子啊 所以这个杨贵妃就没有生过孩子 他为啥要放那么多香料进去啊 据说是因为他有糊臭呢 为了掩盖他这个气味啊 然后皇帝为什么会喜欢一个有糊臭的女人呢 因为据说这个皇帝他有鼻眼 闻不到这个臭味 有意思吧 这都是野史啊 这个房间叫做新陈汤 它是唐太宗李世民洗澡的地方啊 哇 这个池子是最大的 为啥叫新陈汤呢 因为以前洗澡的时候没有这个房顶嘛 它是露天的 他就可以看着天上的日月星辰 所以叫新陈汤 大家发现没有 唐朝这些皇帝都特别喜欢泡澡啊 多多泡澡皮肤好好 然后这个房间是干啥呢呢 这就是沐浴更衣的地方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这些池子 这都是水啊 会流进这个地方 然后那个热的蒸汽就会蒸上来 等于是先蒸个桑拿 然后再到那边去泡池子 是这个意思吧 从那边过来的水 最后再看一下这个上食汤 这个就是给皇帝身边的那些大臣呀 还有服侍他的那些人泡的池子啊 你看等级高一点的人 在这个小池子里面泡 等级低一点的人 在这个大池子里面泡 大家看这里有很多 这个一个一个的小孔 这是干啥的呢 妈你说一下 刚才那导游说 那这个是呢 就是泡的脚软了以后 在这地方摸呀摸呀 摸脚后根的石头 摸的就成了个这 哦 摸脚 摸死皮的嘛 就摸死皮的 挺有趣的哈 这都是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反正导游说的都挺有意思 反正 这么多的温泉水 是从哪流过来的啊 就是从后面这个栗山上留下来的 它这里一共有三个出水口啊 这个是二号出水口 你看看 这上面还在冒热气呢 是吧 非常的清楚 这个温泉水 这个温泉水无色无味 中年保持43度啊 里头含有27种矿物质呢 所以人在里面泡一泡澡 皮肤都好好啊 然后这里就是那个 一号出水口 这个做成个圆形了啊 这四周围呢 全都是蓝田玉 这里是温泉古园 三号的出水口 你看他现在专门 做了一个这个池子 可以让人来这里洗洗手 这水真的很热啊 那是恒温43度的嘛 你看 水流现在还挺大的 来吧 咱们也感受一下这个 皇帝泡澡的这个温泉水 哈哈哈哈 闻一闻 有没有那个硫磺味 没有的 这不是火山烹发的那个啊 这没有什么味道 现在再看一下 蒋介石来西安时候 住在什么地方啊 这个园子本来是 给那个慈禧太后修建的啊 然后蒋介石来的时候也住过 这里面是保卫室啊 就是那个 船达室 然后前面呢 这个地方是蒋介石洗澡的地方啊 沐浴池 你看中间也有一个这个小池子 慈禧太后在这里洗过啊 光绪也洗过 蒋介石洗过啊 还有梅兰芳也在这洗过啊 然后这边是外面的更衣间 慈禧太后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 当时八国联军不是打到北京了吗 他就带着光绪皇帝往西安这边跑啊 然后就路过这里 在这边住过一段时间 这就是蒋介石住的地方啊 叫做五间厅 因为正好有五间房子 看这边就是他的卧室啊 蒋介石就住在这个房间里面 当时人家来抓他的时候 他从后面那个窗户跳出去了 就往山上跑 然后后面人就去追 接过来半山要把他追到了 这边呢是他的办公室 办公室和他的卧室是连着的 那有个门 这房间的布置应该是按当时的那个情况布置的吧 墙上还挂着蒋介石的照片 然后这边是会议室开会的地方 墙上挂着他们那个旗子啊 然后当时这里发生的枪战啊 这里还留下的弹孔呢 哇这个弹孔被标记出来了 这个弹孔好大呀 这为什么这么大呢 因为都是被游客摸的啊 你摸一下我摸一下 把这个弹孔摸这么大 这里也有两个弹孔 你看这个确实是被人摸的 都特别的光滑这个边上 这个摸的已经是 你看手指头完全都能塞进去了 现在我们坐车到了半山腰了啊 去看看抓蒋介石的那个地方 当时张学良派人去抓蒋介石 他从后窗就跑了嘛 所以他就顺着这个山 一直往山上跑 一直跑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你看这里写的蒋介石藏深处 看那上面有个红布条栓的那个铁链子那里啊 他就藏到那个地方去了 哇这里还是挺高的 当时蒋介石还挺能跑的啊 跑的这半山腰确实挺累的 然后我们今天是坐那个车上来的啊 坐这个电瓶车往返20 现在在这个地方修了个亭子 叫做兵建亭 以前叫做蒋蒋亭了啊 后来把名字改过来了 从这里开始啊 还可以往山顶爬呢 我现在到山上去看看 蜂火系诸侯的那个啊 那个蜂火台 然后我妈呢就坐车返回去啊 你在山下等我好吗 嗯好 我去山顶看看 又要开始爬台阶了啊 差不多单程要一个半小时呢 体力不好的就别往上爬了啊 一路上的树木还挺多的 这里有很长的一个观景长廊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市区啊 哇这个市也太好了 这是临同区 看远处那里啊 那里鼓起来一个小山包 那就是秦始皇陵啊 秦始皇就埋在那里 然后兵马俑啊也在那边 然后这边呢就是蜜山 蜜的意思就是黑色的骏马啊 因为从天空中看 这个山啊就像一个骏马一样 所以叫蜜山 秦始皇就埋在这个蜜山脚下 这应该是最后一段台阶了 马上就到顶了 哎呀好长呢 这就是山顶的蜂火台了 周幽王魏伯包四一笑啊 在这个蜜火台上点燃那个狼烟 哇可以进去的啊 有这个台阶可以通上去 蜂火系诸侯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这个亭这是后建的啊 这就是顶上了 这个样子的啊 哇来到了历史书上记录的这个地方了 然后这上面的视野是最宽阔的啊 可以看到远处的渭河 秦始皇的陵墓 后面的蜜山 这个景点里面真的好多出现在历史书上的那些事件啊 好简单看看就行了 这山顶风比较大有点冷 下山的时候坐锁道下去啊 走路太累了 一个人二十 在锁道上也可以看风景啊 锁道下去就是长生殿了